Ready 雷絕大好評可愛風格線上遊戲 夢想世界 將於12月3號進行全新改版 讓原本就已經超豐富的遊戲內容 變得更加飽滿 這次改版後 原本的十個武功流派 又追加新流派暗器 增加新的隨機產生迷宮金字塔 增加寵物幻化功能 可使角色變身為寵物 並擁有隱藏能力 新增武裝相砍寶石功能 以強化屬性 新增伏魔錄超過100個新任務等 超豐富的內容可說多到要滿出來囉 看來這次夢想世界新改版 會讓遊戲更豐富有趣 玩家們可要用力支持 萬代南夢宮表示 他們針對格鬥大作鐵拳6 要釋出網路更新檔 讓玩家改善網路對戰延遲問題 玩家可以到Xbox Live PSN網路免費下載更新檔 另外在上週六由台灣索尼電腦娛樂 所舉辦的PS3鐵拳6格鬥比賽 大家是否意猶未盡呢 現在又有鐵拳6格鬥比賽要繼續舉辦了 萬代南夢宮表示 他們預計11月28號以及12月5號 連續兩個週末分別在台中高雄台北 舉辦鐵拳6格鬥比賽 也歡迎各路好手來挑戰 比一比誰是真正的鐵拳王 本週六11月28號在台中高雄 先同步舉辦中南部出賽 下週六12月5號在台北舉辦北部決賽 記得要來參加喔 上週六熱鬧滾滾 人氣沸騰的魔獸世界 競技嘉年華圓滿落幕 超過五千名玩家的熱烈支持 也讓智凡迪感動萬分 會感謝玩家們的長期支持 智凡迪在活動當天 宣布要讓玩家免費玩魔獸世界一天 當作回饋玩家的心意 如今也選定11月23號 讓玩家免費唱完魔獸世界一天 只要在今年5月1號至10月31號 曾經儲值過的玩家 是魔獸世界官網確認電子火箭 即可獲得一日免費遊戲時間的回饋 前500名完成確認 還能獲得戰棋公仔喔 台灣索尼電腦娛樂表示 他們將與日本同步推出 PS3版太空戰士13 而且還將在當天舉辦遊戲手賣會 另外在今年東京電玩展公布的 太空戰士13 銅骨主機也將限量推出 翻於手賣會當日購買銅骨主機的前200名玩家 可以獲得限量銅骨特點 日本原裝進口精緻CG海報兩張 與高畫質HDMI線一條 另外在11月28號至12月6號資訊月期間 SCEP也將在台北世貿一館的 PS3展出攤位 實無前例提供太空戰士13試玩機會 這可是日本以外地區首次的發售前體驗機會 玩家們可別錯過囉 由SEGA開發已經累積銷售破320萬片的大好評 黑社會動作遊戲 人中之龍 預計2010年春季推出新作品 人中之龍4 傳說繼承者 這次遊戲主角不再僅止於一人 除了貫穿全系列的男主角同生一馬之外 還有包含秋山郡 島大河 古村正義等 另外不同的三人 各以不同的觀點進行遊戲 營造遊戲龐大故事觀 人中之龍4 延續以日本黑社會為主的劇情 人中之龍4 延續以日本黑社會為主的劇情 除了有以日本新宿歌舞祭丁為基礎 描繪的超逼真遊戲場景 遊戲中登場人物 都找來日本大牌明星來配音 甚至之前還舉辦美女征選 來選出遊戲中的虛擬酒店女郎 缺頭很多 不過遊戲限制集 未滿18歲不要玩喔 任天堂招牌明星瑪莉歐果然厲害 隨便一出手就是滿分評價 根據日本最權威的電玩雜誌 發米通的消息 他們給了基於12月3號要發售的 新超級瑪莉歐兄弟Wii 40分滿分評價 也讓這款遊戲成為發米通雜誌 創刊25年以來 第12款滿分遊戲 尤其標榜能四人同樂的樂趣 更是獲得評審青睞 尤其瑪莉歐的厲害不只這一點 因為這位大鬍子的水管工人 可是今世紀錄最賺錢的電玩明星 自從1980年瑪莉歐首次登場 至今約30年 推出相關遊戲超過100款 累計遊戲銷量約2.5億片 單單瑪莉歐創造的相關產值 超過50億美金 可說是任天堂的印鈔機 遊戲建議哥絕非浪得虛名